这个地方有点邪门哦 曾经有38个人在附近神秘失踪了 茶马古道的附近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天坑 形似恶魔之眼 这个坑口下来已经有120米的悬空 随着38个人的神秘失踪 当地人在附近建立了庙宇镇守 曾有多个探眼队来到此地 都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放弃探索 有没有人 在神秘和未知的加持下 我们经过两次的下降 追踪到达坑底 这个不就是灵芝吗 这是冻线灵芝 竟然发现两门门的深根之下 存在明显的人为遗迹 这里有两个灶台 又是否与消失的38个人息息相关呢 在此温馨提示 冻月探险有风险 我们是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条件下 进行探索拍摄 会专业请募随意模仿 上面随处可见的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有没有想要的 踩一点吧 今天这个洞 牛掰了 大地人称阎王洞 在这里发现了几块石碑 不知道是为什么 搞了一半 没有搞了 这是几块 还没有完全建造成形的石碑 这边就是阎王洞的坑口 遇到这个下方 有没有人 有 今天下去跟阎王下棋 你们敢不敢 拍遣的同时来丢个石头 我靠 这么深 阎王你在吗 还估计被我丢死的吓跑了 现在上面刨哥正在下降 这边就能看到阎王坑的一对眼睛 中间是一个天生桥 所以这边的一百米绳子已经用完了 下面还有很高的一段悬空 虽然说能够看到坑底 距离还是很高的 现在能够看到这个恶魔之眼 感觉这个悬空的一百米的绳子还没到底 不知道到底到底到底没到底 只能下去已经很幽静了 看一下 看上去并不高 实际上非常的高 这里这个下面 这是还有七八十米的距离 才能到的这个坑底 在这个位置 能够看到两个灶台 在这边甲若里也有个 这边是一个大气泡 有可能说其他有一个某一个东西 它是通过外界的 所以说这个下面才存在了一些仁为遗迹 那么我们看一下坑口 哇 来个去 向前两个眼睛 中间是一个天生桥 感受一下这个下面 虽然能看到底 但是这里下去有一百多米 这段绳子上去是一百二十米的一个悬空 完全悬空 还差二十米能够到底 但是下不去了 你要想一下 我们从这个位置下来悬空了一百二十米 为什么这个下面还有这种人为遗迹的存在呢 现在能够看到下面的洞底的一个结构 完全成一个斜坡形状 在我的前面那里有两个灶台 在那边还有一个灶台 为什么在这个悬空一百米一百多米的地方呢 还有这种人为遗迹存在 很难想象当年的人是怎么下来的 在我身后的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洞枪 而且在我的左边这里呢也有两个洞枪啊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只能下到这个位置了 非常的遗憾 你看我现在正在爬上去啊 因为绳子不够 所以一直往上面爬 能够看到这个坑口 像一对眼睛 上次这个阎王洞没有下到底 还差了二十米 今天我们放在一个位置 继续下降这个阎王洞 我们在树上做了一个原始码垫 接着继续下降 在我的右边是天津桥 我们上一次下降呢 是从天津桥的另一边下降了 因为绳子不够 没有到底 那么我们今天呢 换了一个位置继续下降 从这个位置下去 就能全程的贴着盐壁下降 下面能够看到刨哥 大概有两百多米的一个垂直深度 在它的周围这些盐壁上面呢 长满了很多的药材 在这边呢就几乎能够完全的 我贴着牙壁下降 这里剪个石头丢一下 听一下声音啊 差不多还有100米的距离 这个漂亮 再看一下下面 这边是刨哥 你们这个视频看上去可能只有二三十米 实际上下面还有100多米啊 这就是阎王洞的坑口 这边有个洞 阿滋现在在我后面下降 在我身后的这一段 始终免不了要完全的悬坑 虽然说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这个坑底了 但是200米的绳子还是到不了底 我们又想办法在下面再继续接绳子 在这里电垂没电了 毛点也没有了 我们选择了窗孔 而且这里是200米的绳子已经用完了 下面换成了大里麻的绳子 刨哥继续开线下去 现在已经5点钟了 还没到底 又冷又饿啊 刨哥再做最后一个点 最后一点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下降了 就能到达这个坑底了 终于来到达这个坑底 阎王洞的洞底 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这个不就是灵芝吗 你看 又是那个玩意儿 啥玩意儿 灵芝 在树上长了这个 对啊 跟我们外面看到这种灵芝有点不一样啊 但是它确实是灵芝 如假包饭啊 对这是东西灵芝 看这个下面一个手 像鹿角 哇 看这个大树断了之后 落到这个下面来了 好 你看这根树直接摘到这个 乱石里面去了 我第一次下降的时候正确的位置是在这个树的上面 这是一根大树 得倒到倒了之后 落了这个地方 很完整的灶 很完整的灶 这里还有一个木瓢 就放在这个灶台边上的 这是一个双眼罩 看一下这边 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土灶 这里还有一个碗 但是这个碗没有落款 这边 这边 这两个像两个人的脚 脚印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看一下就是这种 脚踏两个坑 踩出来的吗 这个罐子 这个罐子 这个罐子有意思 没有什么 这里一个罐子 还有罐子 对 这只剩个口了 然后这边 这个罐子 没摔坏吗 这个 坏了 你看这里也一个罐子 这个罐子霸了还在 好奇怪 跑哥你看这个 这里你看 那颗木头的铲子 但是已经被水冲湿 坏掉了 我刚刚去了这个洞天 但是没有洞到 又是一个窝荡 看一下这边 有洞吗 可以 Oh my god 起码还有30米深 差不多 那底下一个小洞 对 这个也下不去了 绳子不够 但是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所谓的人骨头 有可能说这些人骨 全都埋在了这些乱石之中 看不到了 我们去看一下下面有没有 你看这个蜗牛壳 什么玩意儿 蜗牛壳好大 蜗牛 十千蜗牛这么大个壳 你看 我手长了一半 比辐尸楼还大 对 不过没有玩进了 都碎掉了 我们去了那边的两个洞 其中一个洞 我下去了 是一个窝荡 另一个洞来有一个断崖 30多米高 本身绳子就不够了 所以那个位置下不去 我们从这个位置 鞭炮的位置下去 看一下有没有洞到 你看这里有根巨型的大木头 那这个树掉下来 你看多长年了 这么大 也是这种坑口掉下来的 都摔到 挪在这个位置了 下面好像还有更多的大木头 哇 你看这个 太帅了 这一根 这么大 牛掰 哇 黄羊 看这根是一根黄羊木 你看好大呀 我的个天 你看在这一片乱石区里面 全是一种大木头 这根树应该落下来的时间 不是很久 还比 树比较新 哇 你看前面 全是大木棒子 我们从这个斜坡下来之后呢 一路遇见的都是一种大木棒子 你看这个树有多大 跑哥根本就抱不到 只要超过移民屋了嘛 你这是在做木马吗 哈利波特 出去 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人为遗迹 这有可能是一个小坑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破损的一个坨基 哇 那个圈 你看这个树 未免也太大了吧 你看这里还有被斧头砍过的痕迹 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树有多大 我的个天啊 这个树直径的话在1米5左右 哇 你看这个 但是不特名 像巨型的蛋 这里有一个 两个 三个 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 oh my god 你看这个 但是它不是很透明 非常的干净 好 这个太漂亮了 那么这边没有动到 然后完全没有动到了 这里面还有水耶 这里也有一个人为遗迹 这是个什么东西 像一个蛋口 你看这个洞顶上面 像不像一个太阳系 像一个星系 很漂亮 锅盖 像个贝壳 对半壳 看这里还有一个墨子 石墨子 你看 这里还有一个惶恐 在这个天坑下面 能看到这两个眼睛吗 就在这个下方 看 这个墨子下来摔碎了 因为那边那个位置了 下不去 有一个断崖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我们开始准备回撤了 看上面这个坑口 相当于像一个眼睛 继续往上面爬了 但是在下面并没有发现 他们走到骨头 确实发现了很多灶台 本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